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离心沉降的设备 对于气固非军项物系的分离 它的典型设备是旋风分离器 而液固旋风物系离心沉降的 一般是旋液分离器或离心机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旋风分离器 旋风分离器是利用惯性离心力的作用 从气体中分离出成立的设备 图表示了旋风分离器代表性的结构 称为标准旋风分离器 其主体主要是由上部的圆筒形和下部的圆锥形构成 各部分的尺寸与圆筒直径是成比例的 在图中标注了相关的尺寸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动画 这个动画就描绘了气流在气内的运动状况 通常把下行的螺旋形气流称为外旋流 上行的螺旋形气流称为内旋流 内外旋流气体的旋转方向是相同的 外旋流的上部式主要除尘区 上行的内旋流形成 低压气心 起压力低于气体出口压力 要求出口或集成时密封良好 以防气体漏入而降低除尘效果 旋风分离器的应用已经有百年的历史 因其结构简单造价低廉没有活动部件 可用于多种材料的制造 操作范围呢也比较广 分离效率呢也比较高 所以至今在很多工业行业中都有应用 旋风分离器呢一般用来除去气流中直径在 5微米以上的颗粒 对颗粒含量较高的气体 由于颗粒极局作用 它甚至能除去3微米以下的颗粒 旋风分离器还可以从气流中分离除去 雾末 对于直径在5微米以下的小颗粒 需用带氯气或湿法补及 旋风分离器不适用于处理 沾黏性粉尘 含湿较高的粉尘 即腐蚀性粉尘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旋风分离器的性能 评价旋风分离器的性能呢 主要指标是从气流中分离颗粒的效果 以及气体经过旋风分离器的压力降 分离效果可用临界利静和分离效率来表示 下面分别我们来讲一讲临界利静和分离效率 临界利静是指理论上能够完全被旋风分离器 分离下来的最小颗粒的直径 它的直径大小的确定呢 一般是很难精确地测定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做如下的简化条件 推导出临界利静的近似计算公式 首先 进入旋风分离器的气流 严格按照螺旋形路线做等速运动 其切向速度横等于出口速度 也就是UT等于UI 第二呢 我们假设颗粒向气壁沉降时 其沉降距离为整个进气管宽度B 第三个假设呢 是颗粒在滞流区做自由沉降 其近向沉降速度 可用离心沉降速度U2来进行计算 针对这样的假设 右图表示颗粒圆周运动的俯视图 C点呢 表示平均半径的位置 对于气固混合物 因固体颗粒的密度远大于气体的密度 故前面式子三过三十四中 RhoS减去Rho 可以约等于RhoS 而旋转半径 R可以用平均值RM来表示 则颗粒达到气壁所需要的沉降时间 θt可以用下面这个式子来表示 同时 另气流的有效旋转圈数为ne 则气流在气内运行的距离 可表示为2π乘以Rm乘以ne 因此停留时间θ可以表示为这个式子 若某种尺寸的颗粒 所需要的沉降时间θt 恰好等于停留时间θ 则该颗粒就是理论上 能被完全分离出来的最小颗粒 其直径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临界力径 用dc来表示 通过前面的式子 可以计算出dc的表达式 也就是式子3过36 在推导这个式子的时候 我们在前面做了一二两项假设 与实际情况呢 差距是比较大的 但这个公式非常简单 只要给出合适的ne值上可用 ne的数值呢 一般是0.5到3.0之间 标准旋风分离器的ne值呢 一般为5 临界力径是判断旋风分离器 分离效率高低的重要依据之一 而临界力径越小 说明旋风分离器的性能越好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分离效率 旋风分离器的分离效率呢 有两种表示方式 一种是总效率 另一种呢是分效率 又称力极效率 总效率是指进入旋风分离器的 全部颗粒中被分离下来的质量分数 也就是我们的式子3过37 总效率是工程中最常用的 也是最易于测定的分离效率 但是这种表示方法有它的缺点 不能表明旋风分离器 对各种尺寸粒子的不同分离效率 如果按照力度 分别表明被分离下来的质量分离 这样的表示方法呢 成为力极效率 通常把气流中所含颗粒的尺寸范围 分成N个小段 而其中有I个小段范围的颗粒 也就是平均力净为力极效率的定义 也就是我们式子3过38 而其中有I个小段范围的颗粒的力极效率 可以定义为式子3过38 力极效率与颗粒的直径的对应关系 可以用曲线来表示 称之为力极效率起限 这种曲线可通过实测旋风分离器 进出气流中所含成粒的浓度 及力度分布而获得 通常把旋风分离器的力极效率 表示成力净比的函数曲线 而式子中D50的力极效率 就是恰好为50%的颗粒直径 称为分割力净 图中所示的标准旋风分离器 进气管宽度B等于四分之一的上部圆循管直径 七流的有效旋转速度NE等于5 则D50可用下面的式子进行估算 也就是我们的式子3过39 标准旋风分离器的力极效率 以力净比曲线 建图3过11 对于同一形式且尺寸比例相同的旋风分离器 无论大小皆可用同一条力极效率 以力净比曲线 这就给旋风分离器效率的估算 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第三个内容呢 就是旋风分离器的压力降 气体经旋风分离器时 由于静气管和排气管及主体气壁所引起的摩擦阻力 流动时的局部阻力 以及气体旋转运动所产生的动能损失等等 造成气体的压力降 压力降的大小直接影响动力的消耗 也为工艺条件所限制 可以模仿第一章的方法 我们将压力降看作与气体进口动能成正比 也就是我们的式子 下面这个式子 对于同一结构形式及尺寸比例的旋风分离器 可c为常数 不因尺寸大小而变 例如前面图三过九所示的标准旋风分离器 其阻力系数可c一般等于8.0 而旋风分离器的压降一般是500到2000帕 第四个呢 是影响旋风分离器性能的因素 气流在旋风分离器内的流动情况 和分离机理均非常的复杂 因此影响旋风分离器性的因素呢 也是比较多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物系和操作条件 一般来说颗粒密度大 力径大 进气速度高 粉尘浓度高 等情况均有利于分离 譬如 寒橙浓度高则有利于颗粒的菊结 可以提高效率 而颗粒浓度增大 可以抑制气体涡流 从而使阻力下降 所以较高的寒橙浓度 对压力降与效率两个方面都是有利的 但有些因素对这两方面的影响 是相互矛盾的 譬如 进气口气速稍高有利于分离 但或高则会导致涡流 加剧或者增大压降不利于分离 因此 旋风分离器的进口气速 宜温在10到25米每秒的范围内 气量波动 对出唇效果及压力降的影响明显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旋风分离器的类型 旋风分离器的性能 不仅受寒橙气的物理性质 寒橙浓度 力度分布及操作条件的影响 还与设备的结构尺寸密切相关 只有各部分结构尺寸相当 才能获得较高的分离效率和较低的压力降 目前我国对各种类型的旋风分离器已经制定了系列的标准 各种型号旋风分离器的尺寸和性能均可从有关资料和手册中查到 现在我们举例几种化工中常见的旋风分离器 第一种是XLT-A型 这种旋风分离器具有倾斜螺旋面进口 其结构如图所示 倾斜方向进气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涡流的影响 并使气流阻力最低 阻力系数一般可取5到5.5之间 第二种是XLP型 这种是带有旁路分离式的旋风分离器 采用窝壳式进气口 其上演较气体顶盖稍低 寒沉气体进入气内后 积分上下两股旋流 旁石结构能迫使上旋流带到顶部的细微成立菊节 并有旁石进入向下旋转的主气流 而得以搜补 对5微米以上的成立具有较高的分离效果 根据气体及旁路分离式形状的不同 这种形式的旋风分离器 旋风分离器又分为AB两种 如图所示为XLPB型旋风分离器 其阻力系数值可取4.8到5.8之间 第三类是扩散式 扩散式旋风分离器的结构 如图所示 其主要特点是具有上小下大的外壳 并在底部装有挡灰盘 挡灰盘A为倒置的漏斗形 顶部中央有孔 下沿与气壁底圈留有缝隙 沿壁面落下的颗粒 经此缝隙降之集成箱内 而气流主体被挡灰盘隔开 少量进入箱内的气体 则经挡灰盘顶部的小孔返回气内 与上升旋流汇合经排气管排出 挡灰盘有效地防止了 已沉下的细粉被气流重新卷起 而使效率提高 尤其是对于10微米以下的颗粒 分离效果更为明显 下面我们需要说明一下 旋风分离器的选行 旋风分离器的选择 首先应根据具体的分离 含乘气体的任务来决定 而后通过计算决定尺寸以个数 计算的主要依据有 含乘气的体积流量 要求达到分离的效率 允许的压力降 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悬液分离器 悬液分离器又称为水粒悬流器 是利用离心沉降原理 从悬浮液中分离固体颗粒的设备 它的结构呢 与悬风分离器的结构是类似的 其主体设备也是由 圆筒和盐锥两部分铸成 如图三过一五所示 好的 离心沉降设备部分的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